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生姜和枸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是通源的食材 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也特别的受欢迎 并且生姜搭配枸杞,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作用 那就是壮羊 而且呢,还可以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 接下来我们随着视频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小块生姜 加入清水把生姜打湿 然后散上一些食盐 用手搓一搓揉一揉把生姜清洗干净 现在好多的姜都为了便于保存 保存的时间更加的长久 会打上一层藏后的蜡质 而食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食盐可以把生姜表皮的蜡质全部清洗掉 像这样清洗的生姜很干净的 特别是冬天,天气很寒冷的 我们都喜欢吃一些生姜 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寒气 吃了生姜之后呢,浑身暖和和的 生姜肉搓好之后呢 再加入清水淘洗淘洗就可以了 吃生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去除外皮的 因为生姜果皮属于两性的 而果肉呢,属于热性的 两者混合到一起吃呢,效果会更好 口感会更香 所以我们在吃生姜的时候呢,最好带着皮一起吃 生姜可以多搓一会儿 把生姜表皮的老皮去掉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生姜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 生姜除了可以驱寒暖胃 温中植藕 抗菌消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补肾壮阳 有个俗语是这样说的 男子不可百日五姜 这就说明了 生姜对于男性作用是很大的 所以呢,平时的时候男性朋友们可以多使用一些生姜 生姜是蛀阳的制品 可以促进男性身体的代谢 抗炎阵痛 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感 能够达到健胃活血 驱寒补肾的目的 是一种补肾壮阳的良品 最后改刀把生姜切成细丝就可以了 切好的生姜细丝呢,放入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适量的枸杞 一小把就可以了 加入清水把枸杞打湿 再来一点食盐、面粉 然后呢,把枸杞抓拌抓拌清洗干净 枸杞在运出的过程中呢 会涨到一些泥土、灰尘、杂质、细菌的 而面粉最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枸杞表皮的灰尘杂质全部吸附出来 并且呢,食盐有杀菌消毒的功能 可以消除枸杞表皮的一些细菌 刷洗好之后呢,再换两面清水 捞出来放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鸡蛋 加入清水把鸡蛋打湿 再来一勺食盐 用手搓一搓把鸡蛋清洗干净 鸡蛋被誉为营养最全面的营养物 鸡蛋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钙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食盐可以把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 去除细菌杂质 鸡蛋清洗干净地把它打入碗中 在地上一滴白醋去腥 接下来我们用筷子充分地搅散 多打一会儿,把鸡蛋打均匀 一个鸡蛋所含的蛋白质呢 大约可以提供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每天上一颗鸡蛋 用筷子多打一会儿 尤其是刚从冰箱打出来的鸡蛋的凝固的很多 多打一会儿把鸡蛋打至细腻生化的状态 鸡蛋打好之后呢 我们分享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呢准备一口电锅 加入清水可以多来一点 该让盖子先把水煮开 两分钟过去了水已经煮开了 一定要提前把水煮开 水开以后把生姜丝倒入锅中 开大火煮上十分钟的时间 生姜呢需要煮得久一点 这样生姜内部的姜桶 姜细等活性成分就可以飞滑出来了 十分钟过后就已经煮好了 我们把生姜丝捞出来不要了 这个时候呢生姜丝呢已经煮出了营养 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所以呢就可以丢掉 这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火关上了 利用火的余温 我们把枸杞倒入锅中 用勺子搅拌搅拌 枸杞呢一定不要提到的加入 加入不要了的话 枸杞的营养价值会流失的 口感吃起来也不是很好 这会儿再把蛋液倒入锅中 用筷子搅拌搅拌 把鸡蛋液搅散 这样搅拌出来的鸡蛋液 蛋花很漂亮的 特别的有食欲 利用余温煮出来的蛋花比较嫩 很好吃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一道营养美味的枸杞蛋花汤就做好了 这道枸杞蛋花汤呢是一种平民私补品 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 特别是早上喝上一小碗 可以帮助我们驱寒暖胃 在寒冷的冬天里感冒发烧的时候呢 可以喝上一碗 加入生姜可以发汗结表 对于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 可造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 再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补肾撞羊 对于肾羊虚引起的羊胃早泻 已经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 如果男性朋友们有性功能障碍 不妨多喝这道枸杞蛋花汤 正常的人呢也可以经常的喝一喝 对身体有好多的好处 还有帮助的 另外呢枸杞蛋花汤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喝的 比方说阴虚火旺 一上火的人群呢不适合喝枸杞蛋花汤 如果喝了之后呢会加入上火的症状 不利于恢复 所以呢有些人是不可以食用的 鸡蛋营养非常的丰富 是优质蛋白质 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还能提供一定的脂肪 维生素A和矿物质 具有保护干燥 介脑抑制 保护势力等功效 蛋黄中的卵磷脂 可以促进干细胞的再生 还可以提高人体的血浆蛋白料 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 而鸡蛋中含有胆固醇和卵黄素 对神经系统和发育都有好处的 卵磷脂被人体消化后可释放胆碱 促进大脑的发育 改善记忆力 鸡蛋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铁 铁元素在人体起造血 还有在血中预输氧 营养物质等作用 达到补血的效果 所以多吃鸡蛋 补肾虚 补气血 非常的不错 好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养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养生视频与您分享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 电话的频道 可以留言加一哦 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 感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